想学好中国画 正确的学习思路是关键 下面以画草莓为例 讲解整个学习思路 分两大部分 第一 分解练习 了解各部分结构特征 第二 各部分进行组合 先了解它的花 草莓花 白色 五半 藤皇加少许花精 画大大的雌蕊 藤皇点雌蕊的花粉 以及周围的雄蕊 调绿色花若干花鳄 花的总结 别走开 再看叶子 叶子特征是一柄三叶 丛生没有主干 叶子的总结 重点是果实 调绿色花小果实 小果实分量轻 可商较 调淡绿再调藤黄 再调树红 画大果实 笔尖向下两笔心形 大果重 呈下垂姿态 树红加末 点子 太白点子的高光 绿色加末 画若干鳄片 果子的总结 第二部分 画面的组织 注意花要有政策多种姿态 叶子要有浓淡聚散关系 右上角用蛋墨加一些漫条 与左下角形成疏密对比 点赞收藏吧 5条红加末 感墨写 3条红加末 4条红加末 3条红加末